女阿公她就做這個紅茶生意 是怎樣的一個願意 本來紅茶只有英國人在喝 對 是 後來日本的名字文心不是西化嗎 是 對 對 他們開始學喝紅茶 那他們就開始培養本地的那些茶農 後來祖父就自己開始做茶 他蓋這個房子的時候是茶最好的時候 他是1946年蓋的 蓋了三年 就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有一度南洋那邊 印度、斯里蘭卡都沒有茶 所以我們這邊就大賣 所以才會生意這麼好 然後等到後來他們那邊復蘇的時候 我們這邊就開始默默了 對 這樣就不行了 是 我們就是兩手空空大家這樣到台北去 我是比較念舊的小孩 所以我只要跟我媽媽說我想回北埔 我媽媽就會給我車票 車票錢我就自己坐巴士回來 然後車子快要到北埔的時候 心裡就有一種很奇怪很奇怪的感覺 就是 敬相情趣 對 我要回我自己的家鄉 可是我沒有辦法進到自己的房子 然後在外面徘徊 沒有辦法進來 我常常做夢說 我在門口徘徊進不來 那時候我收到你的信 那你們那時候好像已經有開始有那種想法要買這個 然後想說這個怎麼可能 沒想到你們真的是美夢 美夢成真 真的是 好像到現在還在做夢一樣 對 在半夜都還在偷笑 真的喔 我們離開北埔的時候 阿公他都在寫毛筆 他都沒有怨天尤人 所以他都寫毛筆 寫好多 祖父是一個很浪漫的人 他對建築有狂熱 他喜歡這種新潮的這種運動 他會養曬馬 而且馬的名字很好玩 叫紅茶綠茶 還有一個叫玉露 還有什麼 包總 包總 聽起來就不太會跑的樣子 對 看起來就會慢慢的 對啊 而且那小時候這個空間是門都關起來 那兩套布的沙發 那我們是常躲在沙發後面吃東西 已經進了很多的小朋友 他們就會來 他們會在花園裡面玩 玩那個打蛋豬啊 還有跳高 帶你們看一個我最喜歡的角落 喔 太好了 石坊景點 在外面以前是一個魚池 這邊是一個魚池 然後我小時候常在這邊演戲 演梁山伯以朱英台 演七仙女 我大姐是導演 安身不夠 我都演男 我都演男主角